擁有六度波羅蜜多到彼岸的功德 所謂的到彼岸就是成就佛果的功德 那么与此相反的 如果总是心存我执 紧抓我执不放的话 自然而然就会引申出烦恼 那么刚刚提到了 菩提心自然具足六度的功德 在所谈的功德 可以分为战时的功德跟长远的功德两方面 具足不失耻戒忍辱 这前三波羅蜜多的功德 能够使众生获得增上身 也就是暂时人天善趣的果位 具足禅定跟智慧的功德 则能够获得决定胜 也就是获得解脱的果位 如此一来具足不敌心者 就能够通达六度 并且能获得暂时跟究竟的利益 是什么事情 能够做的事 能够做的事 可以做的事 能够做的事 就是说 我们的家人 能够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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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这是称谈的 有些东西是称谈的 但是在称谈在称谈之下 bum例就是称谈的艾 称谈的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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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体实验 吃了称谈的称谈 所以以上所讲的是未成一切有情毅力故,这说的是利他心 再来是暂时安置众生于增上身,所以叫做作饶毅故 使众生获得长远就近的安乐,也就是令解脱,这个是决定圣的令解脱故 再来是禁除称慧之因于果,所以称为令无病故 禁除千令之业障,不说令无机紧固 这边讲到了无病的病值就是与相读相应的病 比方说热病是跟称心相关的,寒症是跟贪心相应的 无论如何我们所生的种种的病症都跟三毒是分不开的 而远离三毒就能够远离诸病,这个叫做令无病故 同样的,如果拥有坚令之心,内心吝啬的话 将来会转生在恶鬼道当中感受激进的痛苦 所以完全禁除了千令的过失 诸佛完全禁除了千令的过失的缘故 所以是令无极紧固 他有个大百姓的则是因为 还会排至于人们,这还会做的 所以他们都要学了 所以他们也知道了 所以他们说在一起 小心手喊,上我 在我 Georgia文睫中 跟 cater呢 我真注入 我考驻 我一直看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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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 那些人不懂 那些人不懂 那些人比较 那些人 得 那些人不懂 地 都 是 那些人 今晚才是在发生剧期间, 他们在写生里,的则都很会打开。 这些时,当先的写生在写生里, 他们在写上的写生里, 除了一分一句 通订了一句。 这些人说是在写生里, 要用写生啊。 花失去的花賺 花招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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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有些人在一起, 那些人都會在一起, 那些人都會在一起, 那些人都會在一起。 下面就講到了, 圓滿一切菩提知諸法之道, 所以稱為圓滿一切菩提諸法故, 也就是諸佛他們完全經歷了五道十地, 以自然的通達究竟菩提心, 就像是海濱逐漸融化, 最終完全回歸於大海的這個過程, 在每一個過程當中, 它都是各自的增長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用來披育, 歷經的諸菩提知, 而歷經五道十地的境界。 由於一家完全的圓滿一切菩提諸法, 所以決定贈得無上圓滿正能正覺的佛果。 那麼,究竟圓滿正能正覺的佛果指的是無上的智慧, 也就是無二智, 這個無二智是不可言說的, 是超越言語表述的, 也就是般若智。 般若智它是離二曲向的, 也就是沒有任何的二元分別, 沒有任何二曲對立的這個境界。 如此境界我們稱它就是, 決定正得無上圓滿正能正覺。 那麼, 這個是要透過世俗菩提心才能夠通達的, 由於非常純熟於世俗菩提心而修心的, 最終能夠使新的本性完全, 離於二曲的新的本性完全顯露出來, 完全擺脫了二曲對立的執著。 能取所取, 頓然消失無蹤之後, 趨入了無二的境界。 這個無二的境界就是, 無二本來智慧的騙智。 就像普賢文王如如來企業院文裡面所講到的, 將會於無二的智慧當中醒覺, 或者獻起無二本來的智慧。 新的本性是無二的智慧, 那它的功德極其開廣,極其廣大, 這個就稱為廣覺的廣, 功德開廣,無有限制。 如果是有限制的話, 我們就不會說它是非二元, 就不會說它是不落二曲。 它只要是有相對性的話, 就並非猶如虛空性。 由於是無二性的緣故, 所以我們才說它是猶如虛空。 凡是虛空柱, 則必定有眾生。 凡是虛空還存在的地方, 就一定有眾生。 如同虛空一般的自性, 就是無有二曲相的自性。 因此眾生相也是非二元的。 了解到這個點, 就是了知無二知, 這個就是圓滿正正確。 麵就等於由於許章皆合作者 染aring tidak laz from staring政府。 之間就逸burg過於四線次的首談。 柴口環境時的內容, 由於送給人和大家也在禁止, 保馳於 dogs的人, 所以叫人? 他們要從六年來買 few。 千元更冷靜苦 olaniros, 每樣都是老鄉 ceremonies。 也定條來處自發送人。 cater前例子的每天都是照顧的。 又這麼一年寿 обще生意。 如今第二佛陀所言 真实掌养一切善根 无于圆满尽除一切罪过 因掌养善根尽除罪过故 如来乃说掌尽教业 这篇巴主仁波切 他引林华生大师所讲的教证 说明什么叫做掌尽 如同上我所讲的掌养善根 掌养菩提心的功德 故称为掌 然后尽除罪业 也就是尽除我之 罪业的根本是我之 所以尽除我之就是 尽的意思合成长尽 这个就是长尽律仪的功德 它的意义所在 那下面有一个授戒文 它是要附送三次的 就像戒本里面有讲到 如同往昔 如来俄罗汉 正正正确 圆满佛陀 祈如神去 等等这些句子是要附送的 那至于戒律的功德 或者我们将讲解到这边 我们将讲解到这边 我们将讲解到这边 除非将军不断的 我将军不断的 他们在称赛 在称赛 代表述他们的称赛 就是大乘的称赛 好像有一个称赛 他在称赛 他在称赛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八观摘戒是哪八支戒律,包括了戒律之分的四戒,也就是所谓的四众戒, 再来是不放一支的一戒,饮酒戒,还有净行之的之分有三戒, 那么在这当中,第一个是约束恶行的戒律,也叫做治恶戒的戒律之分, 它是属于戒律之分的四戒,它是一切戒律的根本,所以称为四众罪,也就是四根本戒, 四根本戒当中的第一个是不杀生,在戒本当中也讲到, 人道有情固然是不能杀害的,乃至于我们身体上这些狮子跳蚤, 在内的生命都不能杀害,这个只是举身体当中的狮子跳蚤为例, 凡是任何的小虫以上的所有的众生,任何形体的众生, 下只一只微小的虫子都不应该杀害,这是戒杀。 慢慢有調查的话。 只能为两个logging,而如果女的面词来參患, 是他们绝在内容上出发生的一天, 然di,就完成了一生的硬价会计言下我。 在那天自然娶先生的博 就是像那些同棚的人片, 再来是不作不与取 不与取就是他人拥有的东西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 据为己有就叫做不与取 在藏地有时候不与取 他会讲的比较细微的话 就是乃至于针线 也是不能够在别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 去取用的 乃至于一口饭也 是如此的 应该是别人说这个提供给你 那知道知情的情况之下 知道别人已经给你了 你才拿去取用 比方说吃的也是一样 当别人说请享用或者是请用的时候 你才吃 这个就是在给予的前提之下 才加以取用 你才看成的 你现在在这一项 说得不定 每一项 在这一项 我看你 你还要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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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要拿去 你还要拿去 你还要拿去 再來是不做非犯行 當然就是企圖透過性行為而獲得快樂 這些事情當然是在持戒過程當中是不允許的 主要的原因乃至於以貪欲的心互相看對方一眼 就是帶著貪欲心而看別人 這樣也是要避免的 原因是因為貪欲是輪回痛苦的根本 所以在佛多教法當中也宣說了 包括不禁觀在內的很多對峙貪欲的法門 在這邊就是乃至於以貪欲之心而互看 也要盡量避免的這種要求來說明第三屆 不做非犯行 因為人們都不做得這麼做 人們都不做得這麼做 人們都不做得這麼做 我會認真地在某些人的解決這麼做 都不做得這麼做 那麼我 yap too long time 如何去到某些人的解決 但就只要這些人 他們有三個套 他們都不做得這麼做 有什麼大事 有什麼大事 我有一些他們都能說 我可以去夜晚睡嗎 當然大的妄語是不應該說的 乃至於開玩笑或者是遊戲所講的謊話也應該要避免 這都是屬於妄語的範圍 所謂的大妄語主要講的是上人法妄語 比方說自己並沒有證物的功德 但是卻旁敲側擊